可是问题来了 特别是如果你加了这个 这个教育里面的保护你加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从表单输入的话 可以输入吗 这个是个问题 那这个保护了 那是不是保护了ESEL 可是VBA能不能跳过那个保护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是的就知道了 理论这个地方当然 因为他只是把资料放过 保护了所以放不过来 他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们来是IJ 比如说我这边再输入一个 假设我这个人他输入了资料 理论上Enter应该会过 可是问题如果因为现在是保护状态 所以你现在按Enter 他会怎么样 执行阶段错误1004 底下跟你讲错误讯息在这里 你要变更 已经被保护了 无法变更 那麻烦了 也就是说呢 连VBA也没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未来你都保护了 那我这边主要是跟各位讲 那如果你VBA怎么样 可以跳过那个保护 而去变更 也就是只有城市可以变更哦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当什么呢 当他要变更之前怎么样 就是先把什么保护先取消掉 然后呢当我已经把资料写过来之后 再把保护再加回来 OK所以你需要做两件事情 当输入资料前取消保护 当他已经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再把保护加回来就OK了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这边注意哦 这边其实你说很难吗 倒也不难 如果你VBA要配合什么 取消工作表的话 这边按结束好了 OK那一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必须在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然后呢针对什么 针对新增的时候 所以你这边城市在这里 点两下 这边注意哦 就是当他按下那个新增的时候呢 先把保护取消掉 那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教育里面的保护取消掉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只要加一行城市就可以了 而且非常好记 那一行城市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工作表 它有个固定的行李箱叫Active Active就是目前活动的 工作表的话就Shit Shit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OK 然后做什么呢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底下输入 所以我要先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我要什么 把那个 这个教育里面的工作表 保护取消 取消的话 特别注意哦 其实就是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Unprotector 所以你就打一个UN 其实蛮好记得啊 就是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工作表的保护取消 取消的话叫Unprotector 取消嘛 因为这个当然是美国人设计 所以他一定要打英文 OK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刮胡一下 跟他讲说我的密码是多 因为我刚刚密码是1234 OK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用的密码不是1234 你就自己输入正确的密码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只要加这一行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不过要特别注意哦 你加上它 取消Unprotector 所以哦 等一下它会什么 它会先把教育里面的这个取消掉 但问题来 等到你最后怎么样 已经做完了这些动作之后 记得还要再做一件事 把那个保护再加回去 保护怎么加回去 很简单 记得在End Sub的上面 就是说一个头一个尾 把它贴上 就把Unprotector的这个程式贴过 但最后要加保护的话 很简单 就把什么呢 很简单吗 这基本单字嘛 Unprotector Un怎么样 拿掉就好了 就是什么 Protector 1234 这样子就OK了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用VBA呢 进行 就是取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再把保护加回去了 这样的话 其实就真的一劳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 真的 我们要续一下好了 OK 所以这边我等一下加个中段点 就是让它停下来好了 停在这里下 这样看效果会比较清楚 OK 好 那我们再一下 执行启动 好 然后这边 先打一个追追追好了 OK Enter 输入一些东西 输入完之后 一样按Enter 对不对 刚刚会卡住 错误 现在会不会呢 我先按Enter 那因为我这边有设个中段点 所以程式会停在这里 主要是让各位看那个效果 教育 我先切 把它下 它现在没办法切过 那 看一下应该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让它跑一下 那目前因为是保护状态 所以呢 Unprotector 按F8 这个时候的话 看一下 这边还是切不过了 因为这个表单的关系 OK 所以目前的话呢 它的这个表单保护已经取消了 后面能不能做呢 我们来试一下 按F8 组航跑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错 没有没有 这边都跳过跳过 这个有点像那个闸门一样 好 这边应该OK 然后往下 把资料放进来 放进来 所以这边应该都没问题 我要直接执行好了 好 执行 再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教育里面 刚刚最后一行 就是再把保护加上 所以现在有没有保护呢 教育 你会发现 目前还是保护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